大家好,我是胡侃 相信大家这两天朋友圈肯定有一位中年妇女的照片 随后官方也紧急辟谣 但这个谣言就和我们曾预章书院的热点一样,无可厚非 那么我们在这儿给他看个面相 脸型肥胖,五官分布散漫 眉相分布不均,外形仿佛断裂 眉尾不惧,末端浅淡,典型的下等眉相 为短命之兆 两眉缝隙距离偏长,将千亭国分裸入 乃下等见闭之相 尽管这张照片不是官方公布,但也是邮居可寻 因此在社交平台引起一阵骚动 各种营销号一改往日所作所为 经以转发措辞慷慨 可见大众对于拐卖儿童是多么气愤 所以我也在思考,人贩子可能都是不孕不育 他们不懂得孩子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欢迎人贩子来西安 我可以带他们去各种不孕不育医院 然后自己生一个你爱怎么拐怎么拐 别去祸害幸福的家庭 对于拐卖孩子这件事 我上高中时亲眼所见了人性的致恶 就是发生在我们县城妇幼保健院的事 7月16日晚九时许 他在山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出生 不到两小时即被该院医生张素霞抱走 此后辗转于多名人贩之手 被带往山西、山东、河南 妇产科主任拐卖新生婴儿 他专门找熟人下手 而那些被拐的婴儿亲生父母也是罪恶至极 就因为医生一句 新生儿身体有缺陷 如果家手要看看他就说患有梅毒或者传染病 家里害怕给小孩看病花钱 求这个医生说 我给你钱 你帮我把孩子这个累赘处理掉吧 然后这个妇产科主任用同样的办法拐卖了7名孩子 其中一名孩子不幸罹难 人性的扭曲吧 道德的沦丧吧 前段时间不还有一家人 因为小孩脊椎发育不健全 爷爷竟然亲自处理了 这不是草菅人命这是什么 但法王灰灰输而不禄 还有比人贩子更可恶的 就是亲生父母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 想要生个儿子 然后生来生去都是女儿 索性将女儿送给不能生育的夫妇 继续生儿子吧 等到自己老了女儿长大了 开始良心发现 又想去和女儿相认 把孩子搞得魂不熟舍 把这边的家庭搞得忧心忡忡 把自己也搞得寝食难安 明明是自己酿旧的错 现在又要将这种痛苦施加到别人身上 虎毒不食子 这种父母比人贩子还恶毒 为什么拐卖儿童履禁不止 我觉得就是市场有需求 另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犯罪成本很低 梅姨现在全网通缉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他最少拐卖了9名孩子 而谭莲香这个号称拐卖标兵 中国第一人犯的人 两年时间拐卖了46名儿童 2010年他被警方抓获 这个罪恶累累的恶魔 最后仅仅被判刑10年 罚款3000元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 他又被减刑一年半 2016年他起初假式被批准 是的 这个恶魔被放出来了 如今早过了他的服刑日期 他自由了 这个破坏了40多个家庭的恶魔 甚至合伙溺死过几个孩子的恶魔 今天彻底自由了 我仍然记得当年看到这条新闻时 警方悬问他的作案动机 他云淡风轻地说 没什么 干这个钱来得快 这十个字就是他拐卖的全部动机 为此他专条好看的孩子下手 因为能卖个好价钱 对于拐卖儿童这件事 电影《亲爱的》里面 黄博说过这么一句话 没有买方就没有卖方 那没有卖方呢 也就没有拐卖 看点电影今天就聊聊 打拐题材《亲爱的》 这部影片2014年 由陈克新指导 在第71届 威尼斯电影节上全球首映 电影开场 黄博饰演的田文君 正在密密麻麻的网信中 寻找自己家的那根 这个电影符号 也给影片埋下了伏笔 那就是接下来 他要一直寻找自己的孩子 蓬蓬 田文君与妻子卢小娟离婚后 法院将蓬蓬的抚养权 判给了田文君 卢小娟在周末 将蓬蓬给田文君送了过来 田文君开了网吧里面 有几个小婚婚闹事 孩子就出去跟朋友玩耍 在游乐场外面 看见了卢小娟 看着奥迪走了过来 还喊着妈妈妈妈 跟了上去 但是卢小娟并没有发现 孩子在后面追他的车 蓬蓬跑不动了 停了下来看看四周 反问着我是谁 我在哪 正在车水马轮中 思考着就被人贩子给抱走了 田文君去卢小娟家里找 这时天已经黑了 他赶紧打电话报警 警察问他孩子失踪多久了 田文君回答三个小时 警察说我们这有规定 失踪不满24小时 不予立案 这句话也成为电影的诟病 因为上映时间是2014年 而在2010年4月 国家就出台了 关于依法惩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其中规定 只要是未满14周岁儿童失踪 立马按刑事案件立案 不存在时间问题 所以电影在最开始 也表明了故事发生时间 田文君开始满大街找孩子 期间还和人贩子在车站擦肩而过 找了24小时 还是没找到 警察终于立案了 并且在监控中看到了蓬蓬 然而现在为时已晚 田文君开始满世界找儿子 期间被很多情术不如的 高级动物骗去钱财 有一次被骗后 他为了保住找儿子的钱 纵身一跃跳进了水中 差点丢了性命 卢小娟也因为孩子的祖师 患上了心理疾病 成了性冷淡 儿子的失踪 也拉近了田文君和卢小娟的距离 他们一同来到了 由失踪儿童父母组成的万里寻子会团队 在这里结识了张义饰演的韩德忠 互相倾诉自己找孩子的心酸 并且互相鼓励 田文君也因为付不起房租 小网吧和小卖部被房东收回 此时迷龙找到田文君 也就是卢小娟的丈夫 说钱不是问题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卢小娟 田文君说不能 韩德忠得到消息 听说潮汕警方端掉了一个管卖团伙 他带着万里寻子会成员 扮成旅行团又去寻找 当他们拿出一张照片找嫌疑人认小孩时 一个女嫌疑人说 横蒙好像被装进麻袋憋死了 他们在失望而归的路上 发现一个卡车里面装着的麻袋在动 立马追了上去 打开麻袋发现是之后 这种哭笑不得的瞬间反而让观众泪斑 田文君在学校门口卖小吃时 收到一条彩信是孩子的照片 他和韩德忠卢小娟就去找孩子 在韩德忠通知警方的时候 田文君和卢小娟已经带着孩子跑了 赵薇饰演的李鸿琴 带着村民在后面追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和他们三哄抢一团 幸好警察及时感到鸣枪制止 李鸿琴被带到了警察局接受审问 警察告诉他 你丈夫涉嫌拐败儿童 李鸿琴说他生不了小孩 他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了小孩 抱回来让他养 这个角度来看 他似乎也成了受害者 在审讯的过程中 小女孩急方走了进来 说好的不会生育 又多了一个女儿 让警察大吃一惊 因为害怕他抱起孩子就跑 几方是被拐的还是捡的 所以只能送到福利院收养 李鸿琴出狱后 想找个律师帮他要回孩子 红大为三言两语 就把李鸿琴打发走了 他又去找丈夫生前的工友 证明几方是捡的 田文君和卢小娟 虽然把孩子已经找到 但是孩子只记得李鸿琴这个养母 没办法融入以前的家庭 卢小娟带着彭彭去福利院 看望几方 心一软就想领养了几方 李鸿琴为了让丈夫工友帮忙作证 献出了自己的身体 但是发大于情 福利院拒绝了他的收养 离开福利院后 他看到彭彭正在跟万女选子会做活动 他跑过去拥抱彭彭 被人们围着骂人贩子老婆 打了一顿被佟大为扶着离开 佟大为也被李鸿琴感动 下定决心去帮他 刘小娟也因为要收养吉方 和迷龙吵着要离婚 彭彭被找回来后 他们办了个生日会 在生日会上 韩德仲告诉大家 妻子重新怀孕 也是对找了六年孩子的一次释怀 在一片欢乐中 他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气不成声 这连李鸿琴和卢小娟也没闲着 为了吉方的抚养权 两人在法庭中的不可开交 但是一个正在离婚 一个丈夫是人贩子 法院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抚养权 佟大为看李鸿琴可怜 就把他留到了家当保姆 在他去棋检时 李鸿琴发现自己怀孕了 原来是丈夫骗了他 是他不行 而不是他 影片最后 吉方的处境也给观众留下了遐想 极为深刻 看完后我时不时都会点进 宝贝回家网站 看到路边乞讨的小孩 我也会报警 这个截图就是我曾经发过的一个微博 而且在大学期间 模仿拍摄了电影片段 在此我真的希望看到节目的人 如果街上遇到小孩乞讨 请你拍张照片 发到宝贝回家网站上 方便的话多盘问两句 如果错了 你是浪费了两分钟时间 但如果对了 你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 看点历史爱信不信 古代人口买卖 让子女为奴底债稀疏平常 乾隆年间拐卖儿童风气猖獗 清人吴赤昌在客窗闲话中记载 这央乌城县人 傅子文和他的妻子儿子 组成了一个专业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 每年5月5日架着小船 就去偏远的地区拐卖小孩 然后带到太湖杀之祭神 过后吃掉肉 用骨头炼丹 没被祭神的孩子 为他们踩生蛇鸽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 将正常儿童四肢变残 以便于乞讨钱财 被官府发现后判处斩刑 还没等官府动手 人民权众先把他给活活打死 名律记载 凡采生蛇鸽人者 凌迟处死 财产断负死者之家 妻子及同居家属虽不知情 并留两千里安置 为从者斩 从苦之间大家都对拐卖儿童痛恨不已 但就是因为利益关系 人贩子依然铤而走险 究其缘由是不是因为 本案